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定会说 你这样说的话 意思是说是叫我可以随便犯罪是吧 这是第一反应 可是圣经却告诉你说 当你在恩典之下的时候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圣经所说的 圣经却再一次告诉你说 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6节说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所以你知道吗 魔鬼最大的轨迹 它就是让人活在一个谎言里面 让你拒绝恩典 让你远离恩典 让你不要接受这个 不要去相信这个恩典 让你活在自己的能力当中 活在自己的肉体 依靠肉体 活在律法之下 其实那个结果就是 成为魔鬼的俘虏 过着失败的生活 没有办法得胜 其实神要帮助我们 神给我们的这条路 怎么样能够活出得胜 活出荣耀耶稣的生活 怎么样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 结出果子 其实就是认识恩典 回到恩典之下 这是神的心意 阿们吗 魔鬼的谎言是恰恰相反 好那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 十一节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这里讲到说 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耶稣来了 带来了恩典 新约恩典被完全地显明出来 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神的恩典是如何被显明出来 恩典是从哪里来的 谁能告诉我吗 恩典是怎么被显明的 恩典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答案就是 借着耶稣 耶稣带来了恩典 耶稣显明了恩典 所以请听好 当你在强调恩典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是在强调耶稣 当你在高举恩典的时候 就是在高举耶稣 并他所成的 然后你会看到 有一些不明白的人 有时候会取笑你说 哎呀你的牧师啊 过度强调恩典了 其实你可以反问他一个问题 你会太过度强调耶稣吗 难道我们可以 不要那么强调耶稣吗 可以吗 不可以对不对 为了方便的缘故 我们常常会说 恩典的信息 恩典的信息 你要听这个恩典的信息 你要领受这个恩典的信息 其实是为了方便的缘故 我们这么表达 但真正的含义内涵 其实在说 当我们说领受恩典 相信恩典 其实就是在讲什么 在讲耶稣本人 并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 为了方便我们会说 恩典信息 恩典信息 其实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 你要专注在耶稣 并他所成的这一切上面 这是圣经的主题 这是最核心的 或者说 这就是福音 Gospels 福音 我们来看圣经好吧 等一下再回到这一节经文 那这个福音 就是耶稣 并他所成的 这个就是福音 马可福音在第一章的第一节 讲到说 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对不对 这里讲到说 这个福音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不是卖什么 老鼠药啊 什么 什么小广告的福音啊 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14节 说这个也是什么 天国的福音 保罗用了一个词啊 《使徒行传》 24章24节 他说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其实英文就是 Glase 恩典的福音 Gospel 这个福音是什么 恩典的福音 中文叫恩惠的福音 原文跟英文就是恩典 所以他所强调的 我们说恩典恩典 他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 并他所成的 所以有人会说 你讲恩典讲太多了 难道我会讲太多耶稣吗 讲耶稣讲太多 难道不好吗 有没有想一下 如果讲台上不讲耶稣 那讲什么 今天你来教会 你不是要听 关于耶稣的一切 那你要听什么呢 它是整本圣经的核心 上一周也提到说 1517年的时候 上帝兴起一个伟大的仆人 叫马丁路德 不是那个黑人领袖 马丁路德 不是是另外一个德国人 一个宗教的领袖 叫马丁路德 其实从初代教会 保罗开始传这个福音 初代教会 教会开始建立 迎来了很大的复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十几世纪的时候 教会已经进入了黑暗期 很多的真理都失散了 人们活在律法主义当中 人们活在那个宗教的仪式当中 其实在马丁路德 起来改教之前 教会已经进入到 非常黑暗的时期 那个时候是天主教 那今天我们说 我们是什么 新教 新教就是改教过来的 马丁路德改教 其实改什么 1517年 其中有几大点 其中一条就是 当时的那些教廷 天主教的那些神父教皇 他们圣经只有他们可以看 一般的人是不可以看圣经 也没有圣经 所以呢 他在讲台上怎么讲的 他说了算 因为只有他有圣经 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马丁路德起来改教 其中做的一件事就是 让圣经普及 让所有人看圣经 当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神在那个时间点 做了很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当时是整个印刷业 开始刚刚起来的时候 印刷是在那个时候发明的 也就是说 当马丁路德改教 这个圣经要普及 然后刚好印刷 那个时候起来 所以可以大量的印刷圣经 每个人都可以来看神的话语 每个人都有资格 来明白神的真理 所以神做了奇妙的事 所以现在你知道 当神兴起恩典的福音 再一次在教会传讲的时候 借着电台 借着电视 全球直播 所以都是神的时间点 那马丁路德改教 除了恢复圣经之外 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恢复这个福音 因性称义 罪得赦免 所以马丁路德改教改什么 就是因性称义 因为当时的天主教 已经是让人活在 律法主义当中了 他们已经在圣经的真理上 贴加了很多的东西 很多不是圣经的真理的东西 都贴加进来了 比如说赎罪券之类的 赎罪券是干什么 你犯了罪 那么你是要拿钱买赎罪券 然后来为你赎罪 今天我们知道说 你的罪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洗尽 哈雷路亚 很多的东西 所以马丁路德改教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恢复 因性称义的真理 让人们重新的来认识这个福音 所以1517年 马丁路德改教之后 就带来了基督教的复兴 新教 然后到今天为止 超过30多亿的基督徒 但是你知道吗 历史好像总是在重演 每当一个复兴开始的时候 过来一阵子 慢慢地又会回到重前 所以三国有一句话说 天下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其实教会历史的复兴也是 巅峰衰落 再巅峰再衰落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从1517年 宗教改革之后 教会有了极大的复兴 人们重新重视因性称义 回到福音的这个主题上 那几百年过去 教会又再次 人的本性就是倾向于律法主义 所以人堕落之后 人就是没守成规 人就是要依靠行为 就是依靠自己的肉体 这是人的倾向 所以教会 因性称义福音的真理 再次黯淡了 所以近这一个世纪 上帝在教会有很多的恢复 有人说1905年开始 恢复了灵恩 就圣灵的运作 开始返还给教会 神把这个真理恢复给教会 1905年之前 圣灵的工作 好像没有大面积看到 所以1905年开始说 灵恩第一波运动 就是人要接受圣灵洗 要说方言 普及 重新开始普及 今天你可以看到 教会 大部分的教会 都接受圣灵充满和说方言 大部分 占多数的 因为这个真理 已经返还给教会 我们华人教会 中国教会 现在基本上说 你讲个方言 人家说你异端 这个已经很少了 但如果你在几十年前呢 可能你讲个方言 也是异端 因为对他们来说 是新鲜的 但是是圣经的真理 然后信心的运动 到了90年代 被称之为什么 恩典的复兴 所以在英语世界 这个恩典的返还 恩典的这个回归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90年代就开始 有人讲恩典 重新要开始说 我们要回到这个恩典 我们忽略了恩典 忽略了恩典 有一个传道人 他对我说 他说小兵牧师 虽然我不能够 完全认同你讲的观点 但至少有一点 我认为你讲的这一部分的道 是很多传道人没有讲的 也就是说今天普遍教会 忽略的这一块 你在讲 我说你有这样的认知 觉悟也算挺高的 也有人会看到说 哇 这个带来了很大影响 很多震动 很多教会 因此出现争议等等之类 请跟我说 没有震动 就没有觉醒 你知道在大觉醒出来之前 一定是有震动的 所以这个震动是来自神的 耶稣来了 也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耶稣说我来了 不是叫人和睦 耶稣讲过一句话 然后父母跟儿女要争执 兄弟姐妹要争执 其实耶稣来了 也带来震动 法律赛人也被逼封了 疯掉了 这群人感觉到耶稣来 打乱了整个次序 耶稣的出现 耶稣的教导 打乱了当时整个宗教的 生态的次序 保罗的出现更是如此 搅乱天下的要来了 因为有时候震动的出现 是因为神要做一些 奇妙的工作 所以圣经这里讲到说 恩典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正处在一个 特殊的季节和时间 神的恩典在显明出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是走在神的历史当中 阿们吧 很多年之后 你会回过头来说 感谢主 我进入了这个 恩典复兴的那一波 其实你是走在神的 这个历史当中 耶稣很快就要来了 所以神的真理是需要 重新返还给教会 恩典 它是出路 那我们来看 这是十一节 我们来看十二节 当恩典的这个福音 被写明出来之后 十二节说 教训我们除去 不敬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公义 敬钱度日 魔鬼的谎言是告诉你说 小心一点 这个讲恩典的 会让你放纵 会让你无法无天 而我的圣经告诉我说 只有这个恩典写明 才能教训你 除去不敬钱 世俗的情欲 能够让你再世 自首公义和敬钱度日 所以这是圣经的话语 魔鬼为什么如此的害怕 因为知道 恩典会让整个人活过来 恩典会让人有力量 恩典会让人到耶稣的面前 来知取一切 恩典是让你遇见耶稣 让你的生命跟耶稣 是合而为一的 那个得胜 那个荣耀 要从你的里面 开始彰显出来 阿们吗 哈雷罗亚 那我们也提到说 这个恩典已经被显明出来 魔鬼没有办法来阻止 从世界的角度来说 这叫什么 恩典的红波 但是呢 你知道魔鬼没有办法 去反对和阻止 但魔鬼常常会做一件事 他也会来混乱恩典 其实就好像 灵恩的复兴的时候一样 圣灵的工作是好的 圣灵的恩赐 返还给教会都是好的 但是也会有人偏左 有人偏右 同样 当恩典返还给教会的时候 这个被写明了 也会有人 并没有真正按着圣经 在讲恩典 并不是在讲 纯正的恩典福音 你会看到几个现象 那其中 我再说一次 也会有很多 并没有照着真正圣经 来讲恩典 错误的讲恩典的 也会有的 那其中第一个 第一个现象 你会看到什么 有一些人会说 普救论 就是每个人自动得救 因为恩典嘛 因为神是爱嘛 你信不信耶稣都得救 然后错误的引用一节经文 就是耶稣已经 为普天下人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个是不对的 神的恩典不是这样子 神并没有失去他的公义 恩典不是说 神失去了他的公义 反正都是恩典嘛 神是无底线的 神是永远是无底线的爱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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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是借着耶稣 必须是相信耶稣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师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唯一的一条路就是 在基督里 在耶稣 借着耶稣 只有接受耶稣 只有相信耶稣 上帝不会替你做这个决定的 所以你必须还是要自己决定 是否来真正相信耶稣 才能够领受到这一切的恩典 那第二种 当恩典开始显明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打着恩典的旗号 其实是错误的在讲恩典 并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恩典 他们会认为说恩典 恩典就是干什么 恩典就是让你升官 让你发财 让你宣告要多少钱 就有多少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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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你是在错误的理解恩典 亲爱的兄弟们你知道吗 有一个信徒 他去一个教会聚会 然后回来之后你知道 到了停车库 劳斯莱斯 宾利 法拉利 什么的 很多豪车 他就过去 按手在车的身上 宣告这个是我的 宣告那个也是我的 宣告这个有一天 我也会有的 他说他去参加一个恩典的教会 回来之后变成了这样子 恩典是让你这样吗 还是活在私欲里面 请不误会 神绝对是愿意 供应你财务充足 神也希望你身体健康 神也希望你家庭美满 神也希望你人生 越来越横通通达成功 被神提升 这些都是外在的果子来的 恩典的教导 是让你遇见耶稣啊 恩典他是一个人 就是耶稣 你到最后参加一个 所谓的恩典教会 或者听一个 所谓恩典的信息 你到最后耶稣不要 你都是要这些果子 你的目标是 我要钱更多 我要住别墅 我要我要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已经本末导致了 恩典福音 他真正强调的是 让你来认识这位耶稣 他是在高举耶稣 他是在高举基督 如果你里面跟耶稣 没有任何变化 其实你并没有抓到恩典的精髓 昨天晚上我跟我们一个同工也在聊天 这几年我们的教会在增长 那在增长的过程中 有没有人离开呢 有 第一种情况下离开 就是离开了这座城市 或者说换工作 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回老家了 这是第一种人离开了 这是很正常的 第二种人离开 就是因为他来的时候 他的心态跟动机不正确 恩典嘛 然后来这个地方 然后他是求发财来的 他是求各种目的来的 一旦没有达到他心中所要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他觉得这个教会不行 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有没有人离开呢 也有 所以最近我自己也领受到一些启示 神也是在教会中做一些过滤的工作 草木河街 他火一烧就没了 金银宝石 其实金银宝石都是象征 圣经都是象征神的属性 金是象征神的什么 公义 银是象征神的救赎 宝石 大祭司的胸牌有个宝石 是象征神的爱 只有金银宝石会留下来 草木河街 这些都是人的东西 都会被烧毁的 只有金银宝石才能留下来 所以有人离开教会 我们观察 真的是因为他一开始来的时候 他的动机就是错了 他没有被纠正过来 一旦没有满足他所要的 他就会离开了 他就会搞出一些东西来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恩典复兴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自己是讲恩典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纯正的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是圣经的真理 那恩典福音真正强调的是什么 是要耶稣啊 如果你讲那么多 或者说你听那么多 你跟耶稣的关系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话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是没有抓到 恩典的内涵和精髓的 它是让你来认识耶稣啊 平牧师曾经讲过 因为很多人去他教会参观也好 学习也好 很多人都会对他很佩服 哇 全球最热门的讲员 点击率是最高的 你要问说现在基督教当中 点击率最高的排行榜 是平约瑟牧师 全世界最热门的特会 被邀请的讲员 甚至都没有之一啊 然后很多人会佩服说 哇 你们的教堂建筑物 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教堂 24个亿人民币的造价 不是日元啊 因为新加坡是地皮很贵嘛 他们的教会的 教堂的建筑是全世界最贵的 有人说哇 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能做到这一切 哇 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很多人都要去他那里学方法 请告诉我七个步骤 请告诉我五大原则 请告诉我十二个注意事项 平牧师的回答是 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外在 他自己也说 其实当他被开启恩典的福音 他最大的收获 就是他遇见耶稣 遇见耶稣 这是最大的收获 他说我在圣经里看到了耶稣 要这个耶稣 甚至他说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要做妄人教会的牧师 从来没有想过他要成为 全世界典基率排行榜第一的 讲员热门的牧师 从来没有想过说 要有多么伟大的建筑物 好好显出他多厉害 从来没有 他只要耶稣 他这一生只渴望要来认识耶稣 平牧师讲过 我非常有感动 很多人看圣经 为什么看不到亮光 看不到耶稣 看不到那么多的启示和亮光 是因为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的焦点不是要来认识耶稣 就好像说 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 我也会打开我的手机照片 我会看看 哎呀孩子啊 挺想念他的 我也会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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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啊一个朋友啊或者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喝茶 喝茶的过程中我就拿出手机让你来看我的儿子长什么样子 你看你看那个脸胖胖的啊 胖嘟嘟的 眼睛这么大 哇我让你看这个 然后你却歪着头 然后我说啊 然后啊啊啊啊啊 然后哎你你明天去哪里啊 然后我们明天去去去去去舌山爬山啊 行行行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我很快就会把我的手机的照片收回去了 我不会再让你来看 因为你不太感兴趣 为什么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看不到那么多的亮光启示 因为你对天父的儿子耶稣不感兴趣 你不要耶稣 你不要看到耶稣 你只是来看看哪里有一条秘诀说 明天把车换成法拉利 哪里有一个秘诀说改天让我得个别墅 要我找个漂亮老婆在哪里 我找找看 我要升官 我要发财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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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结果 你不要耶稣 你明白吗 就那人的常态来说 我要给你介绍我儿子 让你看照片 你不感兴趣 我立刻收起来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一定要抓到恩典福音的内涵啊 主啊 所以今年我自己很大的改变啊 可能我很多讲得到的内容 跟以前会是一样的 我也会继续讲圣餐啊 带来医治 对不对 我也会继续讲宣告的大能啊 方言的大能啊 我也继续会讲赦罪啊 称义啊 福音啊 都会讲 但最大的是我自己的心态产生了变化 我的重点是要耶稣 耶稣 阿们吗 所以恩典福音的内涵是什么 是耶稣 很有意思啊 有一个牧师 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 那他起先对恩典有很多的不理解 因为他们教会也有很多人听这个 所以这个真的挡不住的 你洪水靠堵能堵得住啊 你这里留不出来 留另外一个地方出来了 他还是会崩掉的 会撑掉的 你堵不住的 你一定要祷告说 圣灵到底要做什么 你靠人的方法去压制 去拒绝 没有用 这是神的工作 所以他起先有很多的不理解啊 然后反对啊 然后等等之类的 因为他对这个没有启示 他也没有用心去了解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花时间去听了 像尤其是传道人 他不愿意去听的 不愿意的 听个两分钟就得出结论 这个不行 他就这样子 他后面都不听的 这是通病 这是通病 所以为什么传道人被更新和翻转很少 相对来说信徒就比较多 相对来说因为你还是简单跟单纯一点 那个不要听的 所以就根本就没有机会 来弄明白 就是说圣灵怎么对他说话 没有机会 因为他第一反应就是先入为主 我领受的就是绝对的 我不要听这些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牧师 他有一天透过一些渠道 透过一些朋友啊 渠道啊 就去了解新加坡新造教会 了解平约社牧师本人 以及他的同工队伍 以及他教会每一个服事的人员 甚至教会的会友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虽然这个教会 讲的是恩典的信息 但这个教会的牧师和会友 是有足够的生命力 生命的那一个质量 那一个厚重的重量 是绝对绝对足够的 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道我还没有弄太明白 如果他的生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好的 因为一切是要看结果 一切是要看结果 绝对不是说 很多人所错误的以为说 恩典就是没有原则 就是随便 怎么样都可以 No 不是 当人遇见恩典的时候 人的生命会改变 像耶稣那样 生命的那个重量 那个质感 那个厚重的生命 是绝对足够的 Hallelujah Amen 这是真正恩典的精髓了 亲爱的兄姐妹 你这个变得越来越自私了 我只能说你恩典还是没听明白 这越来越没有属灵的生活了 恩典没听明白 所以真正进入到恩典 你是不可能放纵 因为你遇见了耶稣 遇见了耶稣 律法告诉你说 不可奸引 当你遇见了耶稣 你连奸引的念头都没有 律法告诉你说 不可偷盗 当你遇见了耶稣 你被他的慷慨 被他的爱充满 你见到人就要给出去 律法说不可恨人 可是当你遇见了耶稣 你爱人都来不及啊 Hallelujah Amen 荣耀归给耶稣 Hallelujah Amen吗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 亲爱的兄姐妹 其实恩典最终是让你来要这个耶稣的 我还是来看再来看几节经文 菲律比书三章第八节 不但如此啊 这是保罗说的 最明白恩典福音的传道人 他说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自保 保罗知道真正宝贵的是什么 耶稣啊 不代表着说保罗缺乏 但保罗的生命有这样的认知 那些外在的都是果子 那些都是外在的 都是次要的 真正要的是耶稣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请听好 有人说我信耶稣了 我不是已经有了耶稣了吗 为什么还要说我要做一件事 我要得着基督呢 这个指的是层次上的不一样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你都已经得着了耶稣 Amen 但是层次不一样 保罗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认知的层次不同 体会不同 经历不同 那个程度是有区别的 Hallelujah 所以保罗一生都在做一件事 这是我的目标 这是我的标杆 我是为了要来认识他 来得到他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真正要的是耶稣 所以每当你领圣餐的时候 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方法 这个人一天领五次是吧 我领六次 你六次 我七次 你七次 我十次 还有一个说 我回老家叫我妈妈做几个大麦饼 我直接当饭吃 你就成为一个方法 工具和仪式 其实每当你在领圣餐的时候 那个精髓是什么 纪念耶稣 你说我是要耶稣啊 这个饼和杯是耶稣啊 我要他 我要得到耶稣 我要耶稣 我的那个信心的点是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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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哈雷罗亚 阿们 而不是说再学一个方法 我友也一样 那是都是在表达说耶稣在做 耶稣在做 这是耶稣的工作 耶稣已成的耶稣耶稣耶稣 而不是你 那你包括十一奉献 你都是 为什么要十一出俗的给神 这是在干什么 代表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这是在表达耶稣啊 他是老板 他是源头 所以很容易你听这个恩典福音 你到时都学外在 就像有一个传道人啊 年轻传道人 他很欣赏我讲道 然后精髓没抓住 专门也学我这衣服哪里买的 然后这个什么东西啊 头发哪里剪的 搞这个 精髓要掌握 衣服穿一样没用的 哈雷罗亚 阿们 所以有时候需要思考一下 我们很容易会 会只专注在外在上 讲恩典也是一样 所以呢 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听恩典的信息呢 牧师还是鼓励你 听教会所推荐 因为恩典这个复兴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 并不是纯正的恩典福音 听得多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太杂了 太杂了 阿们 好那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的讲义哈 那上一周我们已经提到说 不在律法之下了 律法主义是邪恶的 律法呢 本身是好的 上帝设立律法的目的是 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 律法是让我们知罪 律法不是解药 律法是 造药出你的问题 显出你的问题 解药是耶稣 要到耶稣那里 我们来看课程内容 两点 第一点 基督的律法 新约唯一的一条律法 不是旧约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 新约有一条律法 等一下我们来看经文 那都是新约的经文 你还是要做解释的 第二 爱是最大的诫命 我们来看讲义 基督的律法 爱的命令 我们先来看 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 这是新约的经文 好不好 我再说一次 你讲恩典的福音 你是要从圣经 所有的来解释 你不是把有一些经文 给撇掉 很多所谓讲恩典的传道人 从来不讲旧约 不是的 旧约也是在讲恩典 有一些经文就 随便乱解 或者就不解 这个也是不对的 圣经提到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圣经所强调的 我们就要强调 圣经所一代而过的 我们就不需要细细地研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六章第二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相互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 基督的律法 跟我说基督的律法 新约还有没有律法 还有基督的律法 这是唯一的一条 不是旧约的律法 那我们来看 身为新约里的信徒 我们唯一应该遵守的律法 就是基督的律法 那基督的律法 到底是什么律法呢 这条唯一的律法 唯一的这条诫命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督的律法 就是爱的命令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耶稣有一条命令 这是什么命令啊 爱的命令 在雅各苏里 则被称为自尊的律法 雅各苏二章第八节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自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所以新约 这条律法称之为是 自尊的律法 就是爱的律法 爱的命令 再来看下一页 新约里唯一的诫命 约翰书三章二十三节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 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新约是有命令的哦 是有诫命的哦 这是基督的律法 就是爱 那等一下我会让你知道 那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 它的源头要搞清楚嘛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它不能以强迫 不能以这个 这个 命令式的灌输下来 不可以 它是有一个正确的源头 那我们先来看这里说 为什么爱是最大的诫命呢 我们来看马太二十二章的三十六节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三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三十八节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三十九节 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其实律法和先知 所有一切道理的总纲 就是什么 爱 爱神 爱人 来看下一页 爱是最大的诫命 爱完成了 其他所有律法的含义 但你行在爱中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完成了所有律法的含义 加大太书五章十四节 这是圣经所说的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 爱 神就是爱 神的道德律法 从简来描写 就是爱的行动 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三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凡事都不可亏切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切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第九节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这里再次说 所以爱就 完全了律法 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 当你行在爱中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完全了所有的律法 所以今天 你只要领受神的爱 让你被神的爱充满 你行在爱中的时候 你就高过了律法 所有的要求 这里说什么 像那不可奸淫 当你行在爱中的时候 你就不会犯奸淫 因为你要爱自己 珍惜自己 随随便便的人是 不知道爱自己 对不对 如果你犯奸淫 其实你对自己是一个伤害 对别人也是一个伤害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照着圣经原则 拒绝婚前同居 婚前性行为 因为这是不负责任的 明白吗 如果一个女生 你随便跟一个男的上床 你到最后又不能走在一起 你再睡别人家的老公 不是行在爱里的 你也没有学习爱自己 教会 其实有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很多很多啦 很多一些一些 比较宗教或者传统观念的基督徒 他以为教会不能讲婚姻 不能讲性 其实我们说他们误以为是什么 错误的认为 他们常常会谈性变色 怎么讲这个 尴尬 其实你是并没有明白真理 性本身是神所设立的 性本身是好的 婚姻是谁设立的 神设立的 性是神赋予人的 但是性是要在圣经的真理当中 在圣经的真理里面 它是圣洁的 在真理当中的 在婚姻真理当中的性 它是圣洁的 是敬拜神 是荣耀神的 能说阿们吗 它是好的 你不要认为性是邪恶的 那都是 那你等于说 神怎么把这个东西给人呢 这个本身是好的 没有问题 但是要在真理的范畴之内 这是被保护的 否则就是邪恶的 否则一定会带来伤害 一定会带来问题的 一定会有那个结果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在爱里面的时候 你就不会怎么样 你就不会随便地去犯奸淫 对吧 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婚 你会忠于自己 也会忠于配偶 忠于婚姻 阿们吗 所以神希望你新约 你不犯奸淫 不是因为惧怕 律法的惩罚 你不犯奸淫 是因为爱的动机 阿们吗 这是神要的 所以恩典是让你回到 最根本的 它是解决你动机的问题 阿们 所以如果只是说 用命令的那种要求 责罚 惩罚 审判 来恐吓你 那个不是果子 那个只是外在的伪装 那个里面没有发生变化 姐妹如果你结了婚 你跟你老公在一起 你每天都是命令他的 早上七点钟醒来 要对我说三声我爱你 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 给我发信息 继续说我爱你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继续给我报备 你在哪里 然后跟我说 我爱你 晚上七点钟 手机上交 检查 然后要对我说 我爱你 所有的工资卡 什么卡 全部上交到这里 因为你要爱我 检查 每月检查你的通话记录 每月检查你的聊天记录 然后逼着说 一定要说多少句我爱你 一个礼拜送礼物 要送一次 如果你都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这个爱是爱吗 你管得那么严 你觉得这个是他真心的吗 所以 我们人都知道 不要这样子 你要的是什么 你对他也放心 他对你也放心 因为爱 所以恩典让你遇见耶稣 当你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被耶稣的爱充满的时候 其实是放心的 所以律法之下 不犯罪是因为 你以为他呢 他是有贼心没贼胆 万一犯罪 哇 得个什么癌症 哇 万一犯罪 哇 被车撞死 哇 万一犯罪 落入到十八层地狱 因为讲台都在讲这个 然后不敢 有一天还是会爆发的 恩典是把你这个念头都消灭掉 爱 哈雷罗亚 不可杀人 圣经也这里讲到 但你爱人 你就不会去伤害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句话之内 爱是不加害于人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些都是新约告诉你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神道德的律法 就是一套方针 指导我们向神和人 活出他的爱 当我们行动在爱里 就完全了律法 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当我们行动在爱里 就完全了律法 第二点 爱是唯一有效的推动力 下面请听好 很重要啊 虽然爱是一条诫命 却不能以命令式灌注下来 所以神首先向我们启示爱 才能使爱灌输于我们里面 注意哦 虽然新约基督的律法 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是要我们行在爱中 虽然这是他的命令 但是他不能够强迫性的 强制性的 以命令性的灌注下来 所以呢 神首先向我们启示这个爱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忌 这就是爱了 所以你要想行在爱中 他不能够要求 很勉强来的 怎么样 这个根源动机是来自于哪里 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爱你 当你先领受神的爱 先明白神的爱 对神的爱有启示 你才能真正行在爱中 十一节啊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的真正的源头 我再说一次 看这里好不好 请听好 行在爱中的那个源头 怎么样能够爱神爱人的源头 在哪里 就是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爱我们 对神的爱有启示 十一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是有一个前提的 先知道神对你的爱 先认知神对你的爱 先有这个启示 所以你需要为自己来祷告 我也常常为自己祷告 主啊 圣灵啊 启示我 让我更多的知道你对我的爱 让我更多的体会到 更多的认知 更多的经历到 你需要祷告的 圣灵是将神的爱显明啊 将神的爱启示在你的里面 所以如果在生活中 你觉得爱人爱不出来 你觉得没有办法舍己 你觉得很难付出 你觉得很难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其实你不要定罪 你要祷告 你要更多祷告主 让圣灵 你将这个神的爱向我启示 因为当你越被启示神的爱的时候 你会有回应来爱人的 阿们 约一书四章十九节说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圣经没有说 我们爱因为神先命令我们 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我们爱 我们会爱神 我们会爱彼此 我们会爱仇敌 因为神先爱我们 他没有说因为神先命令我们 所以他的源头 还是在于你先领受到神的爱 有了启示 强迫性的爱 违反了爱的原意 好 来看下一页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使神的爱 就在此显明 所以这个次序 你能掌握吗 神的爱先显明 你才能够爱神和爱人 所以你是需要祷告 要有这个更深的启示 更多的启示 尤其是你爱不出来 你需要祷告 约翰并没有说 我们爱因为他 首先命令我们 他只注明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这个源头是来自于神 下一页 所有的服侍和牺牲 应该是爱的表示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今天在教会 无论是我们的全自同工 无论是我们的小组长 无论是我们的招待人员 无论是我们的 儿童施工的老师 无论是我们教会的敬拜团 我们的每一个 服侍岗位的同工 今天需要明白 所有的服侍和牺牲 应该都是爱的表示 OK吗 这个问题的点 你跟神的爱 有没有一个连接 你的服侍是在 回应神的爱 如果你没有找到 这个根源的话 你服侍会很枯减 也是很勉强 很勉强 动不动就是 我请假 我哭干了 我累了 我软弱 我想休息 源头就是 神的爱 有没有在激励你做 所以我们茶长说 呼召 呼召 什么呼召 所以随着教会 越来越健全 我们找一些服侍的同工 我们一定是要他有呼召 所谓的呼召 就是他对神的爱 是有清楚认知的 否则的话 那个很被动 那个都是用纪律 来要求你的话 真的 那个很被动 昨天我在另外一个 牧区分享的时候 我也跟他们开玩笑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清桑不下火线 对不对 有没有这句话 不轻易地休息 这叫清桑不下火线 你知道吗 有人问我说 牧师 你怎么都没有说 你要休息几个月 你怎么都没有说 你软弱 你要调整 要休息 要放弃 要怎么样退后 好像你从来都不说这些 我说对 只要我还没死 我都在的 其实我要告诉他说 其实像我们东光老师也好 像我东光老师 像我们的几个弟兄 我们从零开始建立教会 我坦诚说 从来没有缺席的 不是因为各种理由缺席的 没有 没有各种软弱理由缺席 我都没有软弱这个概念 什么叫软弱 最多是真的说 昨天熬夜通宵 祷告 今天早上需要休息一下 那你就不要五点钟 给我打电话 叫我祷告 睡一下 休息一下 其实我也在思考 为什么说有一些人 服事服事 又要休息了 又要放弃了 又要怎么样了 根本问题是没有被神的爱激励 我是享受服事的 因为我每一次服事神 我觉得我是在回应神的爱 因为神太爱我了 我愿意 我愿意 都会害怕失去服事的 都会 所以是很享受教会里的团契 很享受成为别人的祝福 很享受来服事大家 很享受来帮助大家 没有要求的 没有要求的 真的没有要求的 不用谁说的 有空我就到教会 一个人 对吧 就坐在这里 坐坐就好了 反正就喜欢这样 就感觉就是要来回应神 这个跟 跟那个对爱没有启示的服事 那个真的 哇 那个差距很大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你的服事 你所有的牺牲 都是爱为推动 你才不会有任何怨言 你才会是一种享受 你才会真正说在享受神 今天你来聚会都要成为是因为爱来吸引 坐地铁两个小时 我很享受来这里 我也享受路上的过程 否则你会带着很多的怨气的 一肚子的怨气 怎么那么远了 又空调太冷了 又灯光太耀眼了 又招待态度不好了 又洗手间不干净了 你会一大堆的东西 你来这里干什么 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爱所激励的话 亲爱的兄弟们 你看到的都是问题的 区别就是这就是区别 人家叫你来 你还抱怨那个人 你为什么把我这么远 带到这里来 还生气 如果爱是推动力的话 是一种享受的 中间已婚的人 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 我不知道啊 我是父母觉得OK 我省眼淡脸我就结婚了 我先结婚再谈恋爱 特殊的 没了题外话 改天再细讲吧 你谈恋爱的时候 为什么送了他一层又一层 你送他送了很久 快到他家的门口 然后拜拜 他说那我再送你一回吧 又把你给送回来 然后你又再送他 记得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路程当中 送来送去送来送去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觉得累呢 因为什么呢 爱 现在给你一打电话 你都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说 快说 你谈恋爱的时候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吧 废话连篇 找个理由就说话 那个时候为什么都不嫌烦呢 现在就直接 快说 说 连快都去掉 说 中间爱的原因 中间已婚的 有孩子的 你在孩子小的时候 带孩子 有没有那个孩子的 小宝宝的尿尿 杀在你身上 有没有 有过这种经历吗 为什么孩子的尿 杀在你身上 你不把他丢出去 为什么不 孩子吃的那个东西 哇 很脏的 就弄得 你最后也把他给吃掉 孩子这么脏 你还紧紧地抱着 为什么呢 爱啊 就是因为爱 所以一切都是享受 哈雷路亚 所以你要知道吗 如果你在教会服事也好 你做小组长也好 其实当你软弱 你的源头一定是继续来回应神的爱 服事是享受 服事是机会 你要调整自己 不要成为一种责任 不要成为一种义务 你要被爱所推动 如果你觉得你缺乏这个 那你要祷告 求主把这个爱 启示在你的里面 教会刚建立的一两年 我为中国的高铁事业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每个礼拜高铁温州来回 你还什么穿沙 那都小意思 温州我的高铁来回 来回来回来回 从来没觉得累 我真的从来没 别人都 别人都觉得心疼我了 哎呀牧师 你这么老走来走去 我都感觉很好啊 我享受一个人开车500公里 因为我又可以放烟祷告 享受神 好让我安静一会儿 从来没觉得累 真的 所以这一点上 我觉得神给我特别的一个恩典 真的是基督的爱 在激励我 在服侍 打不死的小强 所以只要我没死 我基本上都在的啊 什么软弱放弃 听什么这个词怎么写 好吗 亲爱的兄弟妹 你一定要被神的爱激励啊 我都害怕 没有神我怎么活啊 如果如果现在不能够再来 再来敬拜他和爱他了 回应他了 哇没有主了 那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意思了 阿们 太好了 你已经得着耶稣为自保了 哈雷路亚 若爱不在你的服事里 就会一事无成了 来看 下面来看啊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 以前我不太明白这个经文 其实今天在告诉你 如果没有爱 可能你外在的都在做 你也在付出 你也看起来也在做一些事情 但神不要这个 神不要那个责任和义务 神要爱来推动你 爱推动你奉献 爱推动你舍己 爱推动你愿意摆上 爱推动你愿意做神 一切要你做的事情 哈雷路亚 下一段 爱的动力胜于以行为成义哈 守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会问 我至少应该付出的是什么 最低限度的表现 如果你在律法之下 律法主义的观念 你都是最低限度 我讲我以前也十一奉献 但是是律法的 多一分多一块钱 我都不会给 然后我都会算 净利润还是毛利润 一个月我的收入是多少 主啊这个吃饭的钱 不能够让我垫的 吃饭的钱要先去掉 买保险的钱也要先去掉 车马费 车马费也要先去掉 中间感冒啊 什么生个病啊 主啊这个医疗费 你也得单一部分 也去掉 最后就剩下一点点 主啊我十一奉献啊 你会 你会有很多就是净利润啊 毛利润啊 苛扣啊等等 或者有时候会说主我这个月先欠一回啊 下个月再使用一下 守律法主义的基督徒 他的观点是最低限度的表现 我能不做就不做 我是因为没有办法 同样哦 服饰也是一样哦 牧师说八点 你七点五十九才出现的 可是如果你有爱呢 我七点半就在这里了 你会早早的来了 题外话 爱神的基督徒会问 我自多能够奉献的是什么 最高额度 所以一切啦 其实不是一个要求啦 都是爱来推动你 所以其实新约的基督徒 是远远超过十亿的 如果你真正知道 新约恩典的精髓 你跟耶稣有好的关系 还是什么净利润 毛利润 保险扣扣 什么社保扣扣 什么公交地铁费 那两块钱也把它给扣掉 然后 你这个我只能说 你还没有遇见神 还没有真正地明白 认识神的爱 否则是最高额度的 好来看下一页 爱让人会为别人的利益着想 而不会只挂着如何 遵照条规办事 第四 爱超越了责任感 人可能有服事而无爱 却不可能有爱而无服事 神愿我们的服事 是对他爱的表达 而不是单位履行义务责任 下一页 有着不正确推动力的人 所说的竟是义务责任 爱所言的却是机会 爱寻找机会来表达 来看加拉太说六章第四节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所以爱是怎么 所言的是机会 第五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约一书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最后我补充一点点 很快结束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很多啊 很多 已经不少于少数 很多很多 我认识的一些人 他们没有听过什么恩典福音啊 什么评牧师讲道啊 都没有 但他们跟神的关系非常好 我认识很多啊 跟圣灵的关系非常好 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那些传道人牧师 当我跟他讲这个恩典的时候 我常常会很惊讶 他们会告诉我说 牧师 虽然没有听过这个理论的知识 但我们其实就是这么活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去定别人的罪 其实很多你知道吗 很多跟神关系好的人 其实神就是爱嘛 其实跟神的关系 越亲密越好的人 其实他就行在爱中了 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他的状态 就是恩典之下 虽然没有说像 像你们的教会 就是标榜这个恩典福音 把这个套路讲得那么清楚 这是你们的专业 专科 这个绝对也是有必要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活出来的就是这个 没有定罪 没有捆绑 他们就是活在神的爱中 其实他们的生命状态 就是恩典的生命 我真的发现这个奇妙的现象 神做他的工作 跟神关系越好的人 越不会轻易地去反对这反对那 跟神关系越好的人 越不会去论断别人 跟神关系越好的人 活出来的就是神完全的爱和接纳 虽然这个赦罪 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 没有这个讲恩典的解释的那么到位 什么原文 什么诺斯底主义 什么背景 他没有这样子 但是 他们也没有定罪跟控告 他们相信神就是永远和无条件的接纳 发现 我认识好几位 很厉害的 但是他们心里都接受恩典 他觉得就是这样子 应该就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规条 哈雷罗亚 阿们 好吧 今天早晨的信息 我很快做一个结束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的生命的重点是遇见耶稣 让耶稣的爱来充满你 行在耶稣的爱中 那个爱不断地来充满你 浇灌你 启示在你里面的时候 会从你里面活出来 活出来 你的婚姻关系会改变 你的家人会因为你 会看到变化 你对人会不一样 你在职场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会不一样 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让主的爱来挪走你一切的悲伤 让主的爱来挪走你生命中一切的软弱 让主的爱成为你的动力 祷告你 祿告你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 但我有耶稣 有耶稣爱我 有耶稣呵护我 有耶稣与我同行 圣灵要将主耶稣的爱 浇灌在你的里面 圣灵要将主的爱倾倒下来 倾倒下来 更多的 触摸到每一位 触摸到每一位 就在现在 触摸到每一位 爱的火 触摸到每一位 今天早晨结束之前 带来一首新歌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有你的恩典 陪我走人生路 不离不弃的手 你把全力还在不强高 不不弃的手 不弄不弃的手 不弃的手 美妙的陪伴车 每当我软弱 你恩典跟我用 耶稣你的爱陪我度过 好不好 从头再来 有你的恩典 一起来 有你的恩典 陪我走人生路 不离不弃的守护城 纵然我是心 纵然我是心 你仍是可惜 耶稣你的爱 扶披我心 有你的双手 牵着我走一生 每分每秒的陪伴车 每当我软弱 你恩典跟我用 每当我软弱 来领受他的恩典 你恩典够我用 耶稣你的爱陪我度过 我感谢你主耶稣 我的避风港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在你的手中 不落空 我在你手中心 永远被呵护着 你恩典软忍 我正在你的手中 我和你夸六 一楼着 那一往一步 我而耿搅 和你身边 的余抗 我心只想能与你亲近,只想与你亲近,能与你面对面,我心的安慰。 我心只想与你亲近,能与你面对面,我心只想与你亲近,能与你面对面,我心的安慰。 我心的安慰,你什么都明了,你永不放弃我,我只能说,神说, 耶稣我爱你。 自由地来祷告,决定我们的时候来祷告。 耶稣的爱要交关下来,耶稣要赐给你平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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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是每一个人的避风港 主爱你来安慰每一位 兼顾每一位 哈雷路亚 感谢耶稣 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 祝福每个人手中的工作 感谢耶稣 谢谢耶稣 哈雷路亚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